字幕作为 李永远 我常会问说你印象中的台湾弥猴是怎样 像我在中山大学上课的时候 我常问学生说 你们印象中的弥猴是怎么样啊 你們對台灣民謀地的印象是什麼 大家就說很兇 搶早餐 數量很多 暴育過度 那你除此之外 你再去問一般民眾 你對於這個台灣特有種 有什麼任何的想法嗎 或者是你對他有什麼認識嗎 有 猴王 那猴王之外呢 沒有了 你問他 那他在台灣 他有什麼樣的特殊地位嗎 他在森林裡面他有什麼習性嗎 不知道 台灣蜜猴是號稱 台灣最容易 看見的野生動物 可是他是最被人類 誤解甚至 一無所知的野生動物 大家看到這舉尾巴的大部分的人 都會講說是猴王 然後之前有人常跟我說叫我不用糾結 在這個事情上面 但是我說過 他對我來說是一件很重要 他是一個印象的翻轉 因為猴王他是等於一個掌控整個社群 甚至是掌控整個 猕猴世界的好像一個king一樣 可是實際上呢 台灣猕猴他是母系社會 他們沒有猴王這件事情 我們都會用比較貼近民眾生活的里長來解釋 那里長是誰選的 是女生選的 就像我們選舉剛選完嘛 他們的里長也大概是四年一任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女生四歲信守來月經 這個里長不為了避免跟自己的女兒近親交配 所以他四年就會下台 他絕對不會連任 那你說他們一定會當滿四年嗎 不會 我剛說了 他們的里長是由誰選的 是由女生選出來的 所以呢 女生只要不開心 你就下台 不用簽連署 不用公投 不用哭哭等四年 不用 只要女生不開心 我膩了 你就出去 他們的女生很好 我好羨慕 我每年都可以換男朋友 好 所以呢 大家常常會誤以為說 他們是父系社會 就是因為來自於猴王這個象徵 所以我常常會希望大家 盡量用里長來改正這樣的觀念 因為他們的世界其實是女生當家 而且他們女生非常非常強勢 我敢咬男生 我不敢咬女生 我看到女生就跟他說 對不起我錯了 因為男生真的 男生比較溫和 他們的世界 因為女生必須捍衛他們的家庭 捍衛他們的小孩 所以他們的女性其實是比較兇的 那很多人會覺得 舉尾巴的就會說他是猴王 來 其實呢 有跟我上山過的人都會知道 不論男女老幼 只要你是猴 他都會舉尾巴 然後還有人會說 這這樣的里長制度呢 是不是靠打架來選的 當然不是 大家知道我們女生選男朋友是很挑的 你這邊兩個男的打得死去回來 我選第三個 有用嗎 沒有用嗎 所以這是一個 以前既定的觀念 就會覺得野生動很野蠻 都只會打架而已 沒有 你還是要看女生臉色 所以每一群的里長風格都不同 有的像韓系明星那種的 有的像傑尼斯系的 有的是健美先生型的 然後有的是文若書生型的 還有那種顧家好男人 不是看外表的 都有 所以每一群女生喜歡的類型不同 他們的里長就會不一樣 不是我們既定印象中的說 我身強體重 我打贏我就會當里長 沒有這樣的 說不定這群就剛好喜歡傑尼斯系 那種文若書生 讓他們保護型的 對不對 不一樣 所以這是我們一般錯誤的觀念 會去誤解迷猴說 他們是有猴王 然後他們猴王一定是統治整個社群 告訴你 就算是里長 他呢 要交配或是要吃東西 他還是要看女生的臉色 是女生決定我今天要去哪裡 要吃什麼 都是由女生來決定 好 那呢 這個是他們的社會位階圖 為什麼會提到這個 是因為 除了核心熊猴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里長之外 你會發現 他們的位階是呈現一個同心圓的狀態 離中心越近的 他的位階就越高 而且我們一般還有錯誤的觀念會說什麼 會不會裡面只有猴王一隻熊猴 其他沒有 沒有 他們的社會還有什麼 還有里幹事 社群裡面一定要有里幹事 因為里長一個人太累了 還需要里幹事來幫他處理其他周邊事物 所以群內熊猴呢 就是 除了次於里長的里幹事的角色 幫他協助其他的事情 然後還有什麼 群外熊猴 群外熊猴這等於我們社區的警衛 守望相助用的 那你說這些位階都是由誰決定 都是由女生決定 那這些男生怎麼來的 母系社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是女生永遠會留在社群裡面 男生都是外來的 所以他們的不論是里長 或是這些母系時候生出來的小朋友 只要是男性 在社群裡面待滿4年4歲 就會離開社群 到外面去會變成什麼 變成外面那個不一樣顏色的熊丹群跟菇喉 我常常會解釋說熊丹群呢 就像我們的飆車族 或是我們國高中生 他們都會群聚在角落抽煙 有沒有 然後一走過去他又看你 然後瞪你說看怎麼看啊 這種 真的叫熊丹群 那菇喉呢 就是有點像遊民一樣 然後呢 我還舉例說 就像有些男生 他不屑跟別人接團 他就自己一個在外面 然後呢 這些熊丹群跟菇喉 他們就會跟在某個社群的外面 他們還沒有固定喔 因為他們要試圖融入 去試探這一群的女生 願不願意接納他 如果社群的女生接納他了 好了他就從群外熊猴開始當起 因為你進入一家公司 一定要從基層開始做 所以呢 他就從外面這個群外熊猴的警衛開始做 齁 然後你守望相助做得好 好 你就提拔你 你就再變成社群裡面的理幹事 你再當得更好 照顧小孩照顧得好 你就變成核心熊猴 變成里長伯伯 當你到外面變成熊丹群跟孤伯 他們就會到處流轉 去找新的社群來加入 這時候他們就會到處走 甚至他們往山下移動 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食物 猴子的食物其實非常非常恐怖 他們會往山下 會往民宅裡面跑 是因為他們要過千 他們要去找新的族群加入 一個猴群叫一個社群 一個族群是壽山 比如壽山是一個族群 中部塔塔家那邊是一個族群 本來在人類來到台灣之前 他們是可以互相交流的 可是現在我們阻斷了他們的這條路了 所以他們就只能下山 他們本能促使他們下山去找其他的社群 他不曉得路不通 他也不會搭高鐵 所以他就只能在那邊 不斷地被人類排斥說他脫墟 可是呢你去調查我們之前 我們去之前翻報紙 翻舊報紙 你會發現從1952年開始 猴子就被報道說他去襲警 他去襲警 他把尋佐的頭抓傷了 他把檢查的頭抓傷了 可是呢 我們到現在都還一直不斷地說 這些跑下山的猴子是脫墟 是因為數量過多 是因為他沒有食物 種種的誤解 但是你想想從1952年 他就數量過多了嗎 從1952年 他就脫墟了嗎 我們從來都不曾翻閱過去 我們只看到現在 所以我們一直對於台灣蜜猴的印象 都還是停留在1952年那時候的層次 人有一個很奇怪的就是 比如說他希望野生動物 在我想看的時候他出來 我不想看的時候他就離開 可是他們一直 他們是一定要撥欠 一定要移動的 這是我們人類對他的誤解 你隨便問一個路人 他一定會告訴你說 要搞到太多了 虎子太多了 可是他真的有這麼多嗎 來 台灣蜜猴每年的10月份到隔年的2月份 是他們的交配季節 這時候是他們韻綠寶寶的重要繁殖時刻 到4到6月就開始生Baby了 這就是他們剛出生的小Baby 毛髮都是黑色 而且非常流行 是中奔頭 然後呢這麼可愛的小Baby呢 他們一出生的死亡率就高達22% 這是由我父親林金福老師 他做10年的研究調查 從1996年到2006年做11個社群 做出來的統計結果 所以你想一想 他們在第一個月 就跟我們人一樣 出生第一個月是很脆弱的 他們在第一個月死亡率高達22% 你認為他的繁殖要多厲害 而且我常常跟大家開玩笑一句話說 台灣彌虹一年就繁殖 10到2月這段時間而已 一年就只有交配這一次 一年就只有生一次 可是人呢 人一年365天天天都可以交配 有沒有 他們還要限定時間 只有那段時間可以交配喔 我們人真的很幸福 所以呢 他們在這段時間交配完 大概懷孕160天左右 人類的一半 所以他們根本就沒有我們所想像說 很高生啊 很高繁殖耶 並沒有 然後呢 在他們懷孕的期間齁 你會看到他肚子會漸漸大 到他生下來的時候 你看他們會生雙胞胎 猴子有生雙胞胎 但是雙胞胎的死亡率非常非常高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根本台灣蜜猴 第一個 他不可能數量暴增 因為在野生動物 在有限的資源環境下 他本來就不可能暴增 然後但是我們一直覺得猴子很多很多很多 常常會來自於說 第一個我們對他不了解 再來就是 我們人類不斷的往山區開發 你會覺得好像他們數量變多了 其實他們沒有變過 而是我們一直在限縮他們的棲地範圍 那這個叫做棲地破碎化 他的棲地跟棲地之間沒辦法互相連結 這個圈圈裡面的基因 他就只能互相一直這樣不斷重複 所以就會造成奠基者效應 奠基者效應的後續就是遺傳的嫖變 什麼叫遺傳的嫖變 在人類世界裡面呢 我常舉個例子叫做客家族群的通婚 在我們客家族群以前早期的時候 因為被漢人感到比較淺散地帶 他們只跟客家族群同婚 後來產生的後代呢 就會產生什麼 地中海平血 殘痘症 這樣子的遺傳疾病 但是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 或是去常常看醫生 這樣遺傳疾病 其實不會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 可是猴子只要發生遺傳嫖變 會有什麼事 來你們看這隻小猴子 他的眼睛是內凹的 有沒有發現 這個叫做弱勢 在人類世界我們眼睛若是可以靠眼鏡來矯正 可是小猴子不能靠眼鏡矯正 他不滿一歲就會死亡 這個叫做基因缺陷 這是雙胞胎 你會發現他兩隻眼睛都是什麼 白色的 這個情況非常的嚴重 在瘦山尤其是2015年 總共產生了20隻這樣子 有缺陷的後代 20隻只是眼睛喔 這種外露的 我們看得到的東西 就20隻了 其他還有什麼 胎死腹中的 流產的死胎的 這些我們都不記 列在裡面 我們光講眼睛有問題的 就20隻 那你認為台灣彌猴要怎麼暴增 就20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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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